爆料的那个人是吧 不是啊 就是出轨的那个人是谁 跟谁出轨 别着急 马老师 咱一步一步的给你 先别激动 对 咱先别激动 这事得激动 咱慢慢来 多大一事啊 这事 咱慢慢来 咱慢慢投席 慢慢投席啊 就是多大一事 这个我们先 我们来先说这个 确实张立忠特别爱她的老婆 包括她公司的法人代表 都是她老婆的名字 我们也可以导播 给我们就是展示一下 这个公司的一个股权图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凡兴曼法人代表啊 嗯 这个各个公司 而且不是说一个公司 因为张立忠以下有很多公司 有六个 对 他最大的就是上海 集中文化嘛 那你看所有的公司 都是凡兴曼是法人代表 十多家公司 这足以鉴定一个男人 对这个老婆是有多爱啊 这个真的是 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个他老婆的 钱也给你管 人也给你管 但是你说爆料人 为什么会说这个 反导出轨呢 那他可能是有画面的 对 我们要不然也请我们的导播 给我们 把我们的画面找出来 一起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星探也有持续关注嘛 就拍到了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可能会找到一些 竹子满意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拍到的这个视频 应该是 他们一块从公司出来 和好友一块去吃烧烤 然后各自开车回家 嗯 啊 其实本来是挺正常的 就吃个饭嘛 嗯 这是在哪儿 车库吧 应该是 但是谁的谁的车 这里边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等以后我们也可以连线 当时拍摄的这个星探 哎 马老师 您看这个戴眼镜的男的 他眼熟吗 不熟 不熟 没有在张岛身边 看见过他吗 不认识 我认识他是15年前 我跟他有10年 快10年 8年了没来 哦 我们现在看到 房心曼身边呢 有一个这个戴眼镜的 然后也有这个 落差胡子的男士啊 然后这个您看着眼不眼熟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友人称这个房心曼出轨 其实现在就是说 大家一块聚个餐 吃个饭很正常 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地方 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怀疑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不然请导播 再把这个画面 给我们回放一下 这个画面说明不了什么 是不是我们错过了一些小细节 然后我们再来仔细地看一下 刚才尤其在低库 在停车场的那个画面 哎 我们看一下啊 大家看就是这个画面 哎 看到了吗 是 呃 樊心曼和这位戴眼镜的 疑似两个人是 拥抱在一起刚才 我们请导播再给我们回放一下 不是 那大脑的 然后放慢画面 我们再回放一下 大脑的应该是四季 你看 你看 就是这个画面 嗯 哦 就两个人的脖子交在一起 没错 疑似拥抱亲吻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 因为我们没有在正面拍摄到这个画面 但是这个就是蛮 让人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了 嗯 很很快 转瞬即逝啊 嗯 马老师 您看到这个画面 您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 第一 我觉得咱先得弄清楚 那个男的是谁 嗯 第二个 这是一个什么场景 你比如说一个 比如说 演员啊 或者什么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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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他们 见面了 拥抱一下这个事 我觉得 也是 也是正常的 嗯 对吧 比如说我看见这个 今天我来 看见大师 这个 大师 的时候 我来说 哎过来 哎拥抱一下 这不很正常吗 然后我出轨您 哈哈 不是 就是说 咱咱咱不这么聊 这个 这个事 确实让我感觉到 要说 要像你们说的 很震惊 是不是还有什么 什么料 我觉得关键是 关键是 从我这一点上来讲 我觉得 单纯拥抱一下 如果没有 其他的 这么多的线索 我觉得 我觉得还不足以 说明问题 对 我觉得不足以 说明问题 我觉得很 我觉得还挺正常 再加上 你看前面 人家带孩子 骂的不都挺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反正是家庭生活的样子嘛 而且是跟张继忠 一起领养的 马老师特别想知道 那个 具体的情况 第三个人是谁 是吧 对啊 那我们又有一个 知情者的爆料 他这个爆料 就爆料出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 来我们导播 给一下我们这个爆料 因为他 刚刚从画面当中 我们来看啊 他老婆也是当导演吧 卓老师要地址部 能否拍到 是的 两个人呢 是背着张导 好了多年了 情夫 萧綦 萧綦呢 也是一圈内的一个大导演 呃 凡 凡拿着张导的钱和资源和自己小十岁的小十几岁的萧綦在一起两年了 现在二人要离婚了 凡现在要把一些作品变成自己的名字了 呃 还有吗 下面 啊 这个就是知情人士的爆料 输了 好 然后 来了